現在有多少法官 多少檢察官 多少調查局 這個哪他的好處 你現在看到的法務部跟這個司法院的建議 懲署或行政調查名單只是一小部分 這裡面有的人 有的人現在不是很清楚他到底為什麼那麼巧合 我舉個我舉個最低 我用這個手板講 我先講 因為這個涉及到每一個法官或檢察官的名譽 你如果想要買通司法 你就是參考歐茂中的做法 我這樣講夠諷刺 你要買通司法 幹嘛 你要先想辦法認識一個法官 在他還沒當變成很大的法官 當官以前就認識他 這個人就叫石木欽 石木欽原來在臺南 一路不管藍綠誰執政 不管是李登輝阿扁到馬英九時代 一路被提拔 歐茂中的人際關係就跟著他步步高盛 你要怎麼認識法官 找調查局或警察幫你介紹 介紹要怎麼介紹 先吃飯 吃完飯以後幹嘛要送禮 一常人竟然要怎麼吃 他做旁邊送襯衫 三十年前法官或者說社會上很流行幹嘛 在我們的那個襯衫口 秀上你的英文名字縮寫 跟人家都不一樣 歐茂中抓住這個行李 他自己又做紡織的 送你 你以為送就送一件 現在講都講一件 沒有一件襯衫的啦 所以這個就是抓住人性的弱點 然後才過來 把關檢查官調查局的人警察 也要有休閒預熱 幹嘛 要去學打高爾夫球 打高爾夫球 一場球打下來幾個小時 慢慢打 慢慢走 這裡可以開槓 還可以吃飯 吃飯 喝酒 不管主要是走路的時間 慢慢就變成朋友 朋友有事的時候要收聽嗎 要收聽啊 就聽出來了 這件事 維持二十七年不曝光 這平行人我是很佩服 二十七年不曝光 好 你透過石木青 我剛剛裡面講到的 這翁茂中他什麼 跟人家玩衍生性金融商民 玩期貨嘛 一千萬美金壓在那裡 前面賺五百萬美金 賺到的時候都是他的嘛 輸的的時候都要換掉 所以就搞什麼 跟石木青這些人 討論之後幹嘛 叫他自己的經理 去投案說 那一千萬美金的本票 是偽造的 這個經理居然後來判緩刑 所以啊 因為從石木 過尾僑上的 要用僑上的啊 我自首之後 我說這個本票是偽造的 巴林銀行就不能追我的債啦 所以他不僅如此 他還去追當事人 巴林銀行的這個經理 人家憂鬱而死 然後不夠 再去追兩個小孩 八歲 九歲五億的債務 好 完全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啊 其實是富家子弟 他不是白手起家 在台南就是世家 所以你在看到為什麼講說名單不是上面就這個 其實這裡面有些人是我還不錯的朋友 警察 警政署的名單到現在還交不出來 調查局 你現在看到 裡面有的當局 後來是當局長 那麼愛吃飯 吃到最後會出事的 那麼愛打球會出事的 檢警 法官檢察官因為打球在一起 然後你去買那個五張十張的股票出事的 已經不是第一件 好 有一個人 我不曉得他到底是什麼關係 但是那個很巧合 不在這個板子上面 是現在的最高 高等法院的院長 他曾經是其中一個案子的最後一審法官 為什麼那麼剛好 我這麼講 現在沒有任何證據給證人 就是說事情就那麼剛好 只要跟歐茂中有關的案子 碰過這個案子的法官 大家都沒錯 為什麼 一路綠燈 最重的翁茂中自己公司的那個經理 自首緩刑兩年 然後跟他不一樣的 最後是家破人亡 自己過世還要連累到小孩子 這種事情就是這樣子來的 其實法務部為什麼移送羅隆茜 羅隆茜其實我們認識 他其實是一個老好人 可是你吃飯吃那麼多次 瓜田裡下 吃74次 最敏感的是什麼 我不曉得羅隆茜要怎麼去解釋 因為羅隆茜 我說過他是老好人 他後來當到司法院的政風處處長 好了 政風 我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政風就是要查法官 還不是違法 有沒有不當飲宴 有沒有生活不正常 你如果看到跟歐茂中有關的這些人 看到石木欽 你要怎麼報告 你會報告司法院的政府院長嗎 你要怎麼報告 你看到歐茂中 你好朋友 現在這是我好朋友 我問你 忠豪你跟誰吃飯吃過74次 沒有耶 除了你太太吃飯 太太都可能沒有 不敢這樣講 不只好不好 難道他不知道這個人 不可以跟他吃74次嗎 難道他不知道他 問題就在這裡 前科累累嗎 然後手裡的 你以為他只有吃飯74次嗎 好 但是這裡面 我們拉回來一個主題 方萬富 我剛開始跑新聞的時候就認識他 他是宜蘭地圖檢察長 代表國民黨選過國家代表 馬英九總統的時候提拔他當監察委員 方萬富還去跟現在查案的監委官說 所以這個案子在監察院第一次查的時候 沒有過關 這個事情馬總統到現在為止不講話 這樣的人做地檢署的檢察長 這樣的人做監察委員 對 監察委員 你會提名錯 可是提名 當初提名的人應該要有個態度 因為你不一定每個人都認識 可是你總要有個態度 因為這個太諷刺 許鴻毅這個檢察官 其實在台南的時候就出事 他的出事後來就被被fired掉 他自己就寢失 當時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法務部沒有進一步調查 因為講不好聽一點 大家都認識 就會蓋掉了 所以才會壓這麼久 這個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討論 這樣的這個事件怎麼可能發生 然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涉案 然後這樣子 這個法務部這個司法 自己定一個標準 幾次以下就不算 這樣子這個是可以的嗎 我認為你什麼時候 我有了 從你下來 準備回來了 什麼上課 이�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